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包装 泥沼雪凌是以这样的一个造型 包装在盒子内部的 包装内储蓄一款异色专属的收纳盒 打开收纳盒可以看到一些配件 这个是原先蝙蝠模具所附带的一个特点 以及一个连接感 再往内侧是这样一个通用支架 此次的收纳盒用到的也是新版的收纳盒 有多处的凹槽 随后这边是一个年卡专属的一个限定徽章 还有就是我们泥沼雪凌的一个主体了 说明书部分并没有进行到重新的印刷 就是原先的BB64号的一个说明 变形步骤我们再来看一下 总共是30部 然后从兽形态变形成这样一个战机形态是33部 再来看到本次的角色卡 依旧也是一个光山卡的样式 从刚才封面上面一个非常模糊的剪影 可以变成一个清晰的逆招雪凌的样式 很酷炫 背面的能力数值打了一个问号 不知道大家看起来觉得本次年卡的礼盒包装 相比起往年怎么样呢 其实我对礼盒并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一年刚入坑的时候 黑色华尔兹礼盒当中有附带一张专属的年卡实体卡片 那个我觉得会更加具有纪念意义一些 拆开包装我们来看到此次一个限定蝙蝠逆着雪凌的本体 其实本次的配色给我感觉更加的具有那种街头涂鸦的感觉了 打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耳朵内侧有这样绿色的涂装 身上的多处也有这样对应到名字泥沼雪凌的一个泥潭 打上来这种印记 再搭配上这样子红色的透明件 整体配色大家觉得如何呢 可动介绍以及变形过程 在先前的视频当中都有给大家进行过展示 这边直接变形成战机和匣子形态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虽然造型稍微有些牵强 但毕竟是一款三变产品 由于主体的塑料件上面 Style这样的亮片效果 搭配上这样的透明件 给我感觉还是具有一定的科技感 那么接下来再变形成匣子 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吧 好了那匣子形态的变形完成 现在是旋转一圈给大家进行一下展示 方块形态下多个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泥沼图案 感觉还是蛮漂亮的 那么和之前的电波斯林相对比之下 哪个配色更加好看就看你个人了 而全身多数呢 包括透明件在内也有许多的卡扣在内 所以说对应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虽然说电波斯林玩到现在 目前我的透明件还没有出现断裂 或者白痕的情况 但是呢把玩过程当中还是多加注意点为好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去除收纳盒 将这一款年卡专属的限定给收纳进去 好了这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开合分享的 来自我而退死猛售下系列年卡专属限定 你找雪林啊 那如果你也想磨玩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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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